我们在一开始呢提到过 除了可以利用慢查讯息质来捕获具有性能问题的CQ外呢 为了更加及时的发现当前性能问题 我们还可以通过实时的方法来获取有性能问题的CQ 那么如何才能实时的发现有性能问题的CQ呢 其实呢方法还是有几种的 不过呢我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种最为方便的方法 就是利用买CQ的Information Scheme 出具库下的这个Gracist List的表 来实现这种实时的发现具有性能问题的CQ 那么大家呢可以先来看一下下面这个CQ 那么这个CQ呢会查询出当前服务器中 执行时间超过60秒的这个CQ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呢 比如在主出具库服务器中呢 我们可以自行的修改Time的这种过滤值的条件 这样呢再通过一个脚本来周期性的来执行这个CQ 就可以实时的发现哪些CQ是执行的比较慢的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实时的来发现具有性能问题的这种CQ 那么下面在我们的演示系统中呢来实际的执行一下这条CQ 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这个CQ的返回结果呢 是什么样子的了 我们呢进到我们的演示系统中 简单的来看一下CQ它的输出 首先呢我们要输出ID User Host 执行CQ的DB以及Command 也就是执行CQ的语句是什么 还有时间 CQ的状态 信息 我们使用的是Information Scamer铺下的BresysList 这里呢我就不再进行查询时间的过滤了 因为可能过滤不过什么东西来 对于这个演示系统来说 执行的CQ的比较比较少 大家可以看到 这实际上就只有我这一个连接 所以呢也就只显示出来了这一个CQ 在信息中的Infer这个字段中呢 就显示出了我所执行的CQ Time呢它是只有一个连接了 所以呢它是实时在执行的 实际上呢还显示出了这个执行这个CQ的用户 以及这个用户呢所连接的主机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生产环境中呢 跟这个语句的话呢 会查询出很多不同的CQ状态 以及不同的CQ 我们呢可以通过脚本呢 来实时的通过一定间隔呢 来调用这个CQ呢 就可以做到实时的对慢查询日证进行监控